未来几年内,燕子湖将形成一片新的生态社区,在完善其周边基础建设同时,将重点突出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优势,形成以博物馆为发展核心的区域建设。 博物馆在未来几年中将成为周边自然环境与新建设区间重要的链接纽带。 为时期获得在基地内最佳规划,根据城市现状进行分析,先放置于道路平行轴网,另一轴网朝向燕子岭,此两泡轴网构成建筑体量。 提起一侧,将其置于另一方之上,重塑建筑形体,创造更丰富首层公共广场。 深圳自然博物馆的出现,源于自然环境的演变、造型融入山林。 形体演绎过程,详细记录初始设计概念,用轴网对体量进行分割,其痕迹依旧可限于最终形体。 建筑主入口设计尺度依然,参观者逐渐步入,体验尺度反差,带来的惊艳观感。 探索以燕子岭为背景的广阔视觉效果。 进入大厅,首层平台营造了一幅壮阔的自然景观。 天花板和地板采用同类材质,展现空间的延续性。 选用浅色食材,其空间经由倾斜石柱连接,行丝中有时,历经时间的移籍。 首层西侧,参观者经线半透明的墙,撞丝石鹰,即可联想到动物世界短听便在其后。 博物馆四个主要入口,针对不同使用群体。 位于东侧屋顶以外,树荫森林公园提供重要公共空间。 从城市俯瞰,博物馆拥有公园,形成自然全景。 基地西北侧设置下沿景观光,为公众活动提供室外团域。 博物馆功能分区布局,简洁营效,公众开放三种空间,一层用于藏体存储。 内部参展流线设计,受莫比乌丝带扭转启发。 参观者从起始点导览,漫步坡道,穿梭各不同展厅,结束旅程又重新回到原点。 提供连续自然的参观体验。 博物馆流线满足各类人群使用需求,为参观者提供最佳参观环境。 博物馆屋顶,树荫森林公园提供了宜人的室外展示空间。 幽静的漫行步道穿梭其间,一条溪水缓缓流经,其尽端倾泻而下。 天文台具有独立的入口且造型独特。 形式灯塔使深圳自然博物馆成为指标性建筑物。 天文馆为参访者提供各种类型观测平台。 建筑四周设置交通辅助空间,内部布局灵活适应各种功能。 因此布展空间不受任何限制,满足未来各种类型展览。 博物馆是一处热闹的场域,开启探索自然之美的大门,提供各项室外活动,适用各种人群。 深圳自然博物馆是广东省重领的建筑项目。 与此同时,它与基地周边紧密相连。 它不仅仅是一座单体建筑,更是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为平山区及居民提供一座崭新的城市公园。 它亦是一座24小时博物馆,不同区域提供多种不同使用时段,丰富各项活动。 它同时满足学者的夜间需求,深圳居民以及游客甚至满足天门爱好者对于观看日出的专业所需。 博物馆拥有多重建筑类元素组合,满足全方位专门使用。 它是一座载体,可根据不同使用者展览需求,进行科学计算演变。 其城市近似于电脑内软件,可不断更新迭代。 博物馆的可变适应性模块化设计,符合其建筑体量。 其高效设计将对周边自然环境影响降到最低,同时有效控制建筑成本。 智能化设计体验领先业界,将成为深圳市博物馆领域新的旗舰标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